你的性格 你的能力 我反而是看到里面正面的东西 非常target 非常针对性的 目标性的 提供服务 这个买东西是感性的力量 你现在越来越发现了吗 就是说 有时候我真觉得多么大的产业 人们不相信科学 好多 我不具体讲了 就是女性同胞们用的很多东西 那个都发新闻了 比如说某种东西就能年轻 某种东西 那不就是骗子吗 那不就是骗子吗 就国家都说了 不叫骗子 叫故事 想到的是结果 我漂亮了 我漂亮了 那是模特漂亮了 那不是你变年轻了 广告的基本原理就是 让你觉得你能跟那个一样 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 你骗不了我的 我是理性的嘛 但为什么有些人就是 好像你买的东西也挺贵的 就是 我互有所值啊 要不要再植入一个 不是 我觉得这个 就感性的这个力量 人真是容易自欺欺人的 自欺欺人的 就是你比如说 网上卖的很多 我就觉得 哎呀 要叫我说 虽然我没有看完 就是最后一集全游 但是不是有一句话 就流传很广吗 说什么 他有一句台词叫做 世界上最具有号召力的事情 莫过一个好的故事吗 是的 然后后来我就给他加了一句 我现在发现 不是很多人打电玩吗 就是一个更有号召力的故事 是你还能加入这个故事 其实你广告也一样 你不但听了一个好故事 能变成这样那样 而且你能加入它 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最近他们都在说 那个有个叫李佳琪的 那个小男孩 你知道吗 就带货 卖口红 火到爆啊 就是说 就是 所以为什么 广告的形式在改变 现在比如说像赞助 这个一个 就是那种硬广告啊 都在解构要叫我看 现在的这个广告 比如说 有人说 比如说口红 我过去找个大明星 花多少钱 让他做个广告 可我现在 同样的这个钱 甚至远远不够的这么多钱 我一下分发给这么多美妆博主 他是实实在在的 一下给你卖一万多 一下卖 就是 就是而且我想 为什么他们都要买呢 后来我看了看啊 就是这小哥 他这套啊 我很早年之前 在台湾电视上 经常见这种语气 就是啊 My God 是吗 什么小助理 劈头散发 也抢到最后50份 哇 这么便宜啊 什么什么 还有个叫 什么蓝 王子才能配得上的 这个颜色 他有很多语词 语语能在你脑电波 产生一种一种东西的 这都这都形成一种 要不说是一种亚文化吗 网上你看 前一阵都传出来 一个小孩 就模仿这一套 你可以你可以看看这个 如果李栽基去卖文具 Everybody 这支尺子 真正的国货之光 全球每天卖出 1600万只 手感非常顺 Oh My God 太顺活了吧 我的天呐 而且搭配这样一支橡皮的画 这两个四号 给你们放在一起看一下 一个压史绿 一个湿血白 真的是绝配 真是好看到棒 而且同党价位里 最适合小学生 我买过的另一个 就是唇膏是 其实他 比如他有40个颜色 每个颜色 他用了一个男明星的名字 就说如果你得不到那个男明星 你至少可以用他名字 每天去kiss你 我不告诉你 我买了哪一支 我的天呐 真的有这样 我有天问 我那个化妆师 我说那为什么就这样 就卖得特别好 他说啊 他说你看 就是关键是这个口红啊 口红一般也不贵 对 而且口红呢 你能买多失败呢 对 他说倒也不是说买的人 是被他怎么忽悠 就是你看他说成这样 就是两百块钱 那我买 反正我也要买口红 他说而且呢 口红不像别的 没有技术难度 他不像别的化妆 对吧 口红任何人 只要自己一擦 马上对你整个面色改善非常大 你又在做口红呢 我又植入了 据说经济不好 口红就买得好 我要当逗家企 我要当逗家企 比主持节目挣钱多了 所以你知道 我有一次在杭州做活动 参加一个试协 然后那天呢 在同样的一个活动场地 那是一个杭州的国展馆 它的conferential center 会展中心 然后旁边呢 他们举办一个非常盛大活动 比我去那个活动 盛大太多了 一进门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进那个 我们坐那个车子 一进去 就看到旁边一群的女孩子 站在门外 当我一看 我就说 你看这些是网红 然后跟我一起 你怎么知道是网红 这不就一看 你就知道 这是网红脸吗 这一群都是网红吗 然后呢 跟着呢 再走进去 就看到这巨大的海报 那个海报呢 就是几个网红 站在占据海报中央 然后每个人都这么插着腰 然后呢 跟着下面呢 写一个字眼 那个字眼 那句话 我觉得太印象太深了 请看我的小蛮腰 然后呢 跟着呢 再下面一句话 这是我们的时代 然后呢 我就惊呆了 说好吧 这就是你们的时代 然后上去就全都这样的 后来我才知道 那天那是什么活动 然后那个会呢 就是把他们全国的 这些带货网红 造集起来办大会 然后呢 是个士师大会 是个振作人心 奋发人心 鼓励士气的大会 把他们头五十名 就卖东西最强悍的 照上来 这是他们的时代 他们来讲他们的经验 很惊人啊 就一个这样的网红 一年带货带到几亿的 就带到几亿的 都是这种级别的 所以你说干嘛 要给钱赞助什么广告什么呢 就直接给他们不就得了 你说这真是 就是说前两天 也是有个经纪人 带网红的 跟我讲 他都畏微奇观 你知道就是那种 我说这个网红不是带货的 就是网上做直播 网上做直播 不是有这种网红 那个直播平台 有打赏的吗 然后呢 他跟我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了解这个行业啊 他说实际上 那些打赏的钱 并不是全给网红 这个平台方 平台方要控制这些 也不叫控制了 平台方要服务这些个 打赏的人 比如说每年 他说这些人 每年办一个活动 他说我干这行这么多年 他说你能想到吗 就一年打赏上千万 就是看着这个网红直播 打赏上千万 然后呢 这个平台啊 就组织这些个 打赏上千万的人来搞活动 给他们最尊贵的待遇 整个会场 一个大圆桌 就他们坐在中间 那个服务 就头等舱机票 五星级酒店 好 他说那个平台 还吵了个人 就是这么一小助理吧 有一个打赏的 这个富家公子吧 大概是 早来了一天 你说这种金主 早来了一天 你肯定就给人开房嘛 结果这个就叫条了 说哎呀 你早来了一天 我们这这个房间都没 怎么着 那少爷一生气 走了 结果这家伙 他这个上司一听 你把他放走了 他上司亲自坐飞机 到人家那个人那 赔礼道歉 然后请你 一定要来 我们这 什么什么头等舱啊 什么什么六星级酒店 是澳门赌场接待这个花钱最多的那种贵宾赌客的招 对 我觉得真是 江辉 你愿意吗 就是 你哪怕再有钱 就一个一千万 当然他可能不是打给同一个的 就也许他一年下来 花在这上的钱几千万 那我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坏事 各取所需嘛 你喜欢看什么 要不要打响你的性格 你的能力 我反而是看到里面正面的东西 非常target的 非常针对性的 目标性的 提供那个服务 像以前的广告方法 比方说找一个好像明星偶像 然后他扩散出去 他卖东西 他跟你不一定是点对点的 他不一定很多方面 特别在主要方面 不一定跟你是有同样的需要的 同样的心理的 可是现在有了叫网络平台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会被看见 我们看看 这算叫P2P吗 点对点吗 你看那个小孩 李佳琪的 我就想很对 假如你卖一些小孩的用品 不管是文具还是食品 我当然我是小孩 我当然就是相信小孩 同样的需要 同样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说 假如你刚说什么网红大会 这个那个 而且还坐飞机去追回这个顾客 我觉得这样才好 应该把这种精神 点对点 网红卖口红的对卖口红 因为我也是使用口红的人 上香港有一个不是卖车 卖汽油的广告 我就蛮欣赏那一句slogan的 他讲了一堆 对于车的什么加什么油 什么好 然后最后一句说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我也开车 OK 我开车的人 你也开车 所以我懂 所以我说 我看到这种服务态度 假如能够把它扩散出来 用在餐饮业 用在各种的特别服务行业也好 商品行业也好 这个社会文明才会进步 而不是老子开个店 或是卖个货 你愿者上调 来就来不来不来 我觉得用这种 网红产业这种服务态度 才是对的